阿罗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Vicky 今天呢 想要给大家录一个淘宝的开箱 其实我自己一直有在淘宝上面买东西 我知道这是病 就是你已经在海外了 海外有很多你可以买的东西 但是不行 不能放弃淘宝 我就是那种人 就是看到淘宝上面有好多东西 我还是想买 而且有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卖衣服的店家 他们每次上心 如果我不抢的话 我就觉得 世界遗弃了 然后这样大家看到我说我买淘宝的东西 大家都会问 就是用了转运的公司啊网站啊 我一直一直一直用过的唯一的一个网站 就是SuperBuy 它现在叫SuperBuy 它原来叫DadaBuy 就是很早的时候 我第一次用可能是12年 还是13年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它刚刚开始成立网站的时候 我就有在买了 我那个时候还跟Christy住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下了一单 哇真的是收到的时候超级开心 超级兴奋 从此就开始了慢慢的淘宝转运 好那待会呢 我不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都买了什么东西 我还会教大家 怎么样 手刀 描到那些就是需要抢需要代拍的淘宝的东西 我都是怎么抢到的 因为在美国就是寄淘宝的话 我反正是从来从来没有被睡过 所以我每次都买的非常大袋 然后每次都买很重一箱 我知道很多人淘宝都是买那种比如说耳环啊 手机壳啊那种比较小的东西 我好像从来没有在care这个东西 就是我都买什么衣服啊之类的 然后之前我还有通过淘宝买大衣 就是一件大衣的钱 差不多就是它的运费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就如果东西很好的话 然后就算加上运费 我觉得也比在美国买一些东西便宜 那么我就会去买 或者是我真的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不介意它的重量这样 给你们看一下箱子 你们看上面写的就是中国邮政 我基本上每次都寄的是EMS 我知道它有一个叫什么Air小包 就是如果你寄那种小东西 很轻的 那个会比较划算 但是每次我都有寄杂七杂八的东西 然后根据它的一些什么规定啊限制啊 所以每次我寄EMS是最划算的 然后这一箱 应该不是我买过最大的一箱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的话呢 其实Dada by它是一个第三方的网站 就是你可以在淘宝上面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寄东西到它的给你的那个仓库的地址 然后你把那个运单号全部给它了之后呢 它会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部放在就一个属于你的小仓库里面 如果你的东西觉得全部到齐了之后 你就可以提交这个订单 它就可以帮你从他们在深圳的仓库寄出来到国外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国家都可以的 反正美国是肯定可以的 加拿大应该也可以 所以我就想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这一个订单大概花了多少钱和多少时间 让你们有个大致的概念 我这个订单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重量是5900多克 也就是将近6000克吧 就12斤 然后我的那个包裹一开始的运费是804 这是人民币哦 然后提交了之后呢 它又退给了我240块钱 因为每次它会把你每个单独的物品称重放在那里 然后每次你说你要提交这个包裹 它就把那些重量全部加起来 然后算成一个重量 但是每次它打包的时候呢 可能会把多余的包装啊什么的都丢掉 所以每次就是你先交了钱之后 如果真实的重量比那个轻 它会把钱再退给你 所以这单包裹的运费呢 是564块钱 12斤用这个价钱除下来的话 所以一斤转运的大概价格是47 也就是50块钱左右吧 就是不到10美金就可以转运一斤 我是觉得还蛮划算的 而且EMS每次都非常快 我这个包裹是3月17号提交的 然后我收到的话是这周四 也就是23号花了5天的时间 就从中国深圳寄到美国加州了 当然因为我在西海岸嘛 所以呢我觉得它寄过来 可能也就是在加州的某一个那个海港 所以寄到我这里来比较快 然后它到美国之后都会转成USPS 每次都是USPS上门寄给我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裹真的超级快就到了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转运代购 我都觉得非常放心 而且他们有那个live chat 就是你可以在网上 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他聊天 他们回答都非常好 而且都会马上帮你处理问题 所以你就是如果你也手痒痒 想要淘宝的话 我就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Superbuy这个网站 那么接下来我就赶快看箱 看一下我这次淘宝买了什么东西吧 刚才箱子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周四我收到的 现在都还没有开过箱 就为了给大家看 所以我现在就一点点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这次东西应该还蛮丰富的 基本上都是淘宝买的 或者就是我认识的 就是微信的那些微信上面的买家 我买的然后寄到那个地方的 我买的这些东西的链接 我都会尽量找到然后给你们 所以看的时候不要忘记去点下面的 那个信息栏点开来看一下 好最上面的呢就是这个 我看到第一眼的就是这个花椒面 我知道美国的超市也有卖花椒 花椒粉的 作为一个四川人就是你的生活 真的离不开这个花椒面 所以我买了两包这个花椒面 因为我也不确定像这种调料 这种东西可不可以寄 所以这次算是一个尝试吧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这个朝天辣椒面 因为大家知道四川人很喜欢 建树油辣椒嘛 然后我觉得这边的那种辣椒粉 都就是跟我们四川的有区别 所以我就还是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我买的这个牌子 是上次我妈妈寄给我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牌子好 我就直接搜了她给我的那个牌子 然后买了一包 这一包还挺大的 应该可以做两次树油辣椒 好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个新尝试 好然后是这样几个耳式 这个是我家的一个微信的小妹妹 找她买的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耳夹来的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它这个珍珠 它是那种有点灰灰的珍珠 然后这里是一个那种 有点灰黑灰黑的一种那种贝壳片片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一个耳夹 所以没有耳洞的同学也可以带这个 然后第二幅我买的是这样一个 你们一定看不出它开口在哪吧 它其实开口是这个珍珠取下来 然后这边是两个圈圈 它带起来就是这样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把珍珠放在前面吧 我觉得还蛮乖的 它的材质就是比较普通啦 当然它的价格呢也就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我觉得带一个样式啊拍拍照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好然后第三个这个项链 其实跟我刚才那个星星的就差不多都是这种 我最近很喜欢这种星星的 然后它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我觉得都还蛮乖的 我刚才带的这条呢是有Doormand 然后它的这个呢就是它的可能这条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吧 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欢这种小星星 然后想要带个样式的话 我会把它的微信放在这里 你可以去加它哦 好接下来的这个呢 我猜应该是手机壳 我经常在他们家买手机壳 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家买手机壳的呢 就是我之前最常最常买的一家手机壳 叫做牛奶糖四号铺 然后这次我买了两个比较可爱一点的 长这个样子 这个呢我是喜欢它这种灰绿灰绿的这个颜色 加这个眼睛 然后这个呢就是黑色的旺仔小馒头 我现在呢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很光面的手机壳 手机放上去就是没有增加它的那种厚度啊 或什么的 因为有的手机壳太夸张了 增加厚度就放不进我的包里 我随时都把我的手机壳 就塞在我的裤子厚子口袋的 所以我喜欢这种就摸起来很光滑的 然后又很细的手机壳 牛奶糖四号铺推荐给大家 然后这是一条裙 不对是一件上衣吧 对上衣 它是伊兹岭的身体这里长这样 然后旁边的这个袖子 这是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的 好像叫从那以后 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风格都是挺度假风的 然后有很多很好看的那种长裙 或大家比如说要去 比如说海边哪里旅游啊什么的 可以看一下他们家 我觉得他们家有很多很漂亮的这种 比较亚热带风格的这种裙子 很好看 这是一条裙子 白色的 也是伊兹岭 然后上面有这样马蹄莲的图案 马蹄莲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花 所以呢我当时觉得很好看就买了 然后它衣服这里的这个袋子呢 前面还有这种流苏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其实我觉得淘宝的衣服有的挺好看的 就是买了之后呢 你可能需要自己运一下 然后就会变得比较好看啦 这里我又拿起来 这又是一袋辣椒面 因为我就是之前在搜那个辣椒面的时候 有看到这一家 好像它的评分很好 就是很多买家都说它非常好 应该是手工自己做的 所以我就说买了 试一下 它的这个地址写的是成都市皮线团结症 好亲切呀 这个辣椒 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后它应该还送了一袋这个什么吧 可能是建树油辣椒的芝麻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开了再给你们看 然后呢没有买刷子的淘宝订单 怎么叫淘宝订单呢 我这次买了两家店的 一个这个是叫什么 爱诺奇大师系列 看这个毛 看我这样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好恶心 是不是对这个毛也不好 然后买了这个什么火炬刷吧 摸起来还蛮舒服的也 然后还买了另外几把 如果好用的话 以后出刷子视频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他们家就还买了一个这个 就是那种亮刷子的一个那个盒子吧 我买的应该是黑色的 到时候拆开 揍好了再给大家看 这是第一家淘宝刷子 叫做爱诺奇 然后第二家呢 我买的是瘦瘦狼的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买了就是 凑单买了几个这个 我这次主要是想抢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就是微博上面关注 有一个人叫老罗 他和瘦瘦狼合作 推出的一套叫做小黄鸭的刷子 之前好像是卖断货了 然后这次他又发售了一次 所以那天我就抢到了这个订单 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每次是怎么抢到 那些淘宝订单的 就像这些吧 就是那种一发售 马上就会卖完的东西 我真的都是掐着苗表去抢的 因为这种东西 Superpad这种网站 它是不会给你去代购的 你把钱付给它了之后 它只会去帮你下订单 但是它不负责 比如说每天有一个人 在那个时间去帮你抢 这个东西是抢不到的 所以每次这种时候 就只有我自己出马 然后呢 我已经把我淘宝的 那个默认的收获地址 改成了他们仓库的 有一个固定的地址 就是你可以做 他们所谓的转运 也就是你自己 不管你买的什么东西 可以寄到他们那里 他们负责帮你收获和验货 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像肉类啊什么的 我知道是不能寄美国的 就这些东西 你就不要想了 但是淘宝上面这种 比如说像这个刷子 还有就是我买的 Oleana ASM家的衣服 每次都是我自己拼手速抢的 如果你有iPhone的话呢 你可以看上面的时间 然后每次呢 我会看这个 我会在这个网站叫 Time is 上面看这个时间 然后一看到它 就是你要看到这个秒表 掐住这个秒 59 60 马上就点下订单 然后再付款 我几次都是这样抢到的 这次的安娜 我就抢拍了几次 然后有几个是 0.03秒抢到的 有0.02秒抢到 还有0.00秒抢到的 就是我的手速 现在已经完全锻炼出来了 所以就抢这些东西 是没有问题 像今天早上 我还起来抢了 就是Nike新出的那个 Vephyrmax 就是那个 Airmax系列 新出的那双球鞋 我抢到了 哟 也就是我看着这个秒表 点着秒数进去抢的 其实那个鞋子呢 我觉得长得也一般 但是因为龙哥穿了嘛 而且我看它 好像感觉很舒服 所以我就抢了 等它寄来再跟大家看吧 好 它这个小黄鸭的套刷呢 就是一套就长这样 然后它这一套 应该是99人民币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记得好像是99 要不然就是150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我觉得 特别的便宜 然后它单独 还有一个这个 胖胖的粉底刷 然后就是有眼影刷 腮红刷 什么刷子都有 就很适合新手的一套刷子 其实我自己 很少买套刷的 但是因为我关注老罗 也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觉得呢 也很想要尝试一下 所以就买来试一试吧 这是它跟瘦瘦狼 合作的刷具 然后呢 我就自己还在它的网站上面 就是单独选了两把 随便选了两把刷子 然后它的这个小黄鸭 应该是就是要装在 这样的一个刷具盒里面的 反正我当时是很想要抢 然后抢到了 所以很开心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放美妆蛋的 我在Amazon上搜了很多次 我都没有搜到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次就随便买了两个 就是为了放美妆蛋 没有别的 好 接下来就是好几件衣服 都是Only Anna 哇超开心 我每次它 基本上上心我都会抢 它一般呢 就是在中国的时间 晚上八点钟上心 也就是我这里 基本上都是凌晨四点钟 然后我都是就是上闹钟 凌晨四点起来抢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有多喜欢它吧 然后这次它上心呢 有好几件衣服 我都特别喜欢 一件是这样的一个 也是一个衣字里的 一个上衣吧 我觉得这样给大家看 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样子 我之后会发 如果我有穿它的 比如说视频啊 照片啊再放在旁边给大家看 这个衣服呢也是Anna新出的 然后呢我只买了它的上衣 它还有一款是那种连衣裙款的 它就有点像假两件的那种样式 就是这里有一个小背心 然后肩膀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连在一块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点热了 可能会穿不到 但是晚上可以穿吧 好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 它的牛仔裤呢我都买过好多条了 每次我都觉得挺好穿的 然后它这个呢就是黑色的 基本款的那种小脚破洞牛仔裤 我觉得我会经常穿到 这种类型的牛仔裤 所以我就买了一条 然后我还想说就是Anna每次呢 我觉得它每次写 它的身高是1米65 然后体重是100斤 然后它每次都穿M 但是我不行耶 我基本上都穿S和夹小 它自己是喜欢那种比较宽松一点的 但是每次我自己觉得 就是小号都已经够大了 就比较oversize那种感觉了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1米65 然后再就是90多100斤左右的样子的话 我觉得买S或者XS 特别是裤子 我裤子穿2625 我觉得一般S都绝对够了 绝对用不到买到M这么大 还有就是可能它为了拍照吧 就为了拍起来 就感觉松松垮垮 那么比较大一点的瘦的感觉 所以它每次都穿M 但是我觉得真的现实生活中 不用买M 买S就可以了 然后还买了一件这个白色的衬衣 就是那种oversize风的 我自己超级期待 它袖子这里 你看这一截是很长的 然后比较硬挺的那种 我超级喜欢 每次就是看Anna拍照的那种风格 我每次都会被中操 就是受不了 必须要买那种 可能现在你看起来比较皱 但是运过了之后就会好很多啦 然后最后呢是一套西装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次呢出了一个这种西服的套装 还有一个这样的短裤 我会放一个它的图片在旁边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这个呢是浅米色的 其实它这个呢 是它那天的第一个开拍的一个单品 但是我当时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准备好 然后就没有抢到 我当时真是伤心死了 然后后来我把裤子抢到了 但是没有衣服 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在闲鱼上面 就是等着拍了一个别人 就转卖的 他们的衣服呢 经常是有人买了 但是可能自己不喜欢 就会在咸鱼上面拍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去咸鱼上面找一找 因为它这个衣服 如果你当时没有抢到现货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等20多天 一个月才买得到了 不过它真的是随时在上新 它这3月30号就是又会有上新 基本上每个月会有一次吧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可以去关注它 还有它的一个好姐妹叫Molly Studio 之前我冬天买的一个外套 大家经常询问度很高的一个外套 就是Molly Studio的 就是我也很期待穿这样一套 就是很知性 姐姐风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撂一下头发 然后还漏掉两个手机壳 也是 我的视频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警报响的 对吧 警报不响就不是我的视频了 对吧 等它想完吧 天哪这次想好久啊 它还没有走远 不过不管它 我们继续说吧 最后还有两个刚才漏掉了的 就是它在最箱子的最下面 也是两个手机壳 还是在牛奶堂四号铺买的 一个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灰色 下面有个这个金色的这样一个边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金色的边 我就觉得很简单 很性冷淡风 很好看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稍微浮夸一点的 我觉得很像Fendi的那种感觉 Fendi的那个肩带 那种小花花 然后你手是可以这样插进去 握住这个手机壳的 就是我尝试的一款 我平时不太会买的手机壳的风格 不过当时就是反正 我看到它我觉得很喜欢 所以就买啦 好 现在淘宝这个箱子就空啊 然后你们也跟我一起开玩箱了 每次都开箱 真的是最累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现在周围真的是 超级无敌大灾难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我虽然身在海外 但是我还是新系淘宝 就是忍不住会想要一直买 唉 我知道这样也不好 不过真的淘宝可以给你带来很多乐趣啊 反正我自己是很喜欢 那希望你们还喜欢和我一起开箱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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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